今年邁入第28屆的FAI世界特技飛行大賽 有60位世界上最厲害的特技飛行員 來到法國大展身手 今年的冠軍得主是誰呢 一起來看看他們的精彩鏡頭 紅紅的引擎聲搭配著天旋地轉的背景 這是特技飛行表演在飛機上的拍攝畫面 60位世界上最厲害的特技飛行員 齊聚於法國沙托魯參加為期10天的FAI世界特技飛行競賽 參賽者必須遵循大賽規定的動作 包括事先指定、自選和未知三種類別 事先指定是在6個月前就會事先告知參賽者 自選部分則是飛行員根據難易度和藝術性 自行選擇9種飛行姿勢 最困難的部分就是未知的規定動作 飛行員一直到競賽前的幾個小時 才被告知必須遵循的指定動作 冠軍則是頒發給所有動作總得分最高的飛行員 男子組的贏家是第一次參賽的法國軍方飛行員歐羅斯基 第二名則是俄羅斯的莫米斯托夫 第三名是來自西班牙的歐洲冠軍 帆托巴 女子組的冠軍則是由來自法國的前任冠軍 蘭莫鄧特衛冕成功 領先來自俄羅斯的卡潘尼納和克林默為奇 這次錦標賽中法國一網打進28屆的所有金牌 南瓜一般賽、團體賽、個人賽男子組和個人賽女子組冠軍 成為最大贏家